世界台商总会代表在澳洲墨尔本完成会议 开开心心展开大洋路三日游 不料昨天前往维多利亚州知名景点 十二门图时看日落时 搭载了30人的客户车 突然翻腹酿成悲剧 事发当时共有20名台商代表和眷属在车上 28名伤症中包括了一名骨盘受伤 而必须空运到医院治疗的女子 由于语言沟通问题 澳洲警方向赵霍斯基短暂录共后释放对方 事后会再聘请翻译员向司机了解详情 同一天中国广西也发生恐怖车祸 三辆卡车和一辆汽车在南陵高速公路连环撞 造成死亡的悲剧 当局目前还在调查事故噪音